Hello大家好,我是南希 今天要说的是古代的核武器 嗯,没错,这是一个猜想 只有一些貌似流程的证据 在人类历史上 最早用于实战的核武器是 1945年8月6日 从日本广岛上空投下的原子弹 不过在遥远的史前阶段 人类很有可能已经经历过核战争 反正是猜想,不如听我慢慢扯 印度有一个很出名的叙事师 叫摩赫佛罗多 里面有一种武器的战争描写 一柱炽热的烟雾火焰 像一万个太阳般明亮 它是一种无人知晓的武器 它使整个城市化为灰烬 狂风骤起 云朵轰然升起 尘土和沙石如雨点斑落下 尸体被烧焦难以分辨 头发和指甲全掉落 连食物也变得有毒了 恐怕任何一个了解广岛和长期惨剧的现代人 在读了上述描写后 都会认为这描写的是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城市吧 而且当摩赫佛罗多翻译成英文数十年之后 才有飞机神经毒气火箭和原子弹陆系出现 最早提出古代核战争痕迹学说的 是英国的大卫和意大利的艾特雷 他们是研究古代史的搭档 两人还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在印度的摩赫约达罗附近 有一块半径约400米的 被黑色玻璃制满满覆盖的地区 被当地人称作玻璃城 两位研究专家就在这里有了惊人的发现 这座玻璃城中的玻璃制砂石 专业术语称脱铃泥物质 该物质是砂石在高温融化后 又迅速冷却成玻璃状的一种人工矿物 1945年美国沙漠中开展了世界上 首次原子弹三位一体实验 当时因和爆发产生的高热而溶解的砂石 形成了玻璃状的物质 这便是其最初的由来 令玻璃溶解的温度约1400度 在自然界中是无法达到这样的高温的 除了脱力泥体物质 两人还通过现场发掘出 扭曲成漩涡状玻璃化的湖 以及因高温而半融化的砖块 等古代遗物推断出 玻璃城就是河豹的中心地 从遗址出土的海骨 数量庞大且十分不自然 其中一部分白骨的焦黑层纪 被认为是高温加热导致的 从目前观察到的痕迹来看 爆炸所带来的高温破坏 此在瞬间便完成 其程度在我们现有的技术阶段中 只有核武器能达到 也就是说摩亨约达罗 因在其上空爆炸的数千吨核武器 而变成了一座死城 如今印度全境 还有许多疑似核战争后的遗迹 在德干高原内的石造遗迹中 能够看到石壁上 残留着因超高温而融化的痕迹 建筑物内部还有融化后又结晶化的石造生活器皿 前苏联时期的寻找太古之谜 周写道 这里出土的人古上检测出的放射能量 要高出一般古遗迹正常值的50倍 宗教典籍圣经旧约中 也有提及古代伊斯和战争的段落 大体描写是 太阳自地面升起时 罗德逃到了索尔 将硫磺之虎上空降下 把那些城和全平原 并城里所有的居民 连地上生长的草木都毁灭了 罗德的妻子因为不听警告 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就变成了一根岩柱 不仅是圣经研究学者 就连科学家也对圣经旧约中 这段著名的灭亡故事十分关注 提出火山爆发论 大壁阵论 小行星 冲击论等等 虽然有各种版本的假设 但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定论 但是仅仅一颗原子弹 所蕴含的威力 就能在一瞬间鬼灭广岛和长崎这样的大城市 因此 核爆论渐渐受到世人的瞩目 若是从核爆论角度来分析 这些令人费解的技术和表现手法 就都说得通了 比如太阳自地面升起时这句 或许就是人们目睹了核爆时产生的 令人闪光而写出来的 而罗德的妻子变成了炎柱 则可能是因为核爆时暴露在强烈的放射线之中 保持着战利的知识瞬间死去 但是经历灾难的人不了解真正的原因 仅仅因为其死去的状态 与那些形状怪异的炎柱十分相似 就如此记录了下来 还有记上显示 死海周边遭受着惊人的高温风烤 有一种数量众多的黑色石头 被称作玻璃陨石 这种石头与前文提到的脱力泥体物质一样 是沙石在2500温度以上融化 又迅速冷却后形成的玻璃状物质 通常都是陨石冲击形成的 但是死海周围既没有陨石冲击后产生的陨石坑 也没有发现过陨石的踪迹 所以肯定有其他的原因导致了2500度的高温 有记录称王岛发生核爆时 其他地表温度为3000到4000度 在比如秘鲁的这个遗迹 其山体表面的岩石和建造城墙的花岗岩岩块上 均有玻璃化的物质 还有巴西的这个遗迹 巨石表面有变成玻璃状的物质 还有赤红色的金属融化后 牢牢粘于岩壁之上 苏格兰的城堡遗迹群 包围城堡的墙石表面均有玻璃化的现象 看来关于古代核战争的说法并非无稽之谈 人类或许已经经历过核爆的灾难 在史前时代 不仅仅是某一地区发生过核战争 也许还发生过全球规模的核战争 并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大家可以当个故事来听吧 好了这期就说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哦